要澄清我在角色中的名字叫ACE 但絕對不是愛知病的ACE 而是王牌ACE的意思 因為我有這個跆拳道功夫的背景 所以我記得出場的時候 我都要非常瀟灑地去做行動 我為這套劇所以特地之前 都有學了一些功夫班和跆拳道班 希望自己可以應付到 但誰知給我發現 去到後期原來是主要我被人打 被人打比較多 這個就沒有練 現場總會有武術指導 或者是跆拳道的專家幫忙 但也很印象深刻是其中一場戲 就是我去練習跆拳道在道館 但因為劇情需要比較深散 不斷被人打 那時候也要拍一些close up 被人打在地上然後有痛苦的表情 很認真 很真實 反而如果被我現在選擇的話 我會想都是拍一些被人毒打 還要毒打得很慘 是 因為這個是一個比較新的嘗試 可能現實中沒有這樣的機會 可能大家覺得整天我好像比較多話說 還有比較強勢 就是說我食住寶寶 其實沒有這樣的事 我都想展現一下 其實就是一個比較弱勢 就是會被人欺凌的一面 對上一次白色強人有我第一次的螢幕初吻 今次解決才會有第一次的螢幕 真的很激情的氣氛 怎樣激情呢 只可以說 激情的場面是由浴室 走到進去淋浴間 開花灑濕身 再出房間 然後再上床上 只是這幾個層次的轉換 我都覺得是 對我來說是一個很新的嘗試 都要多謝張永康 他都很有耐性 和在旁邊很細心的指導開解我 我也有的 當知道有這個場口的時候 我都已經告訴他 以及拿到劇本給他看 那天他還要親自載我去拍 我相信他其實都開始理解 和明白到我們這個專業 即是有時候都要有這些必要性 我都很感謝他這麼體諒 他出來的時候 我一定會在旁邊輔導著他 陪他一起看